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4日 星期六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前中共總理李克強在11月2日火化 外界密切關注 李克強撤死引發的政治動盪是否會持續 日經亞洲社論讚稿人鍾澤克爾認為 政治大棄的最新一幕其實才剛剛賴開 習近平當局希望隨著李克強被火化 這場風波也能在11月告一段落 因為今年11月相當敏感 是白紙革命的一周年 鍾澤克爾11月2日讚文表示 一年過去了 很多中國的年輕人 還是找不到工作 還是感到很沮喪 他們會如何解讀李克強林別時所說的 人在做天在看 這個將是中國政治和社會如何演變的關鍵 鍾澤克爾早前曾經引述消息人士說 在今年的北大河會議上 曾慶紅 張特剛曾經對習近平發難 刺激習近平的政策路線 威脅到政權的穩定 在曾慶紅訓斥習近平時代表軍方的慈浩田就在旁邊一言不發 用沉默來表達對反習勢力的支持 現在鍾澤克爾再爆料說 李克強雖然沒有去北大河 但是就在北大河埋下殺身之禍 曾慶紅等人在去北大河之前曾經有一次元老的聚會 統一彼此的意見 李克強可能在這個時候向這些元老提供了一些建議 消息人士告訴鍾澤克爾 李克強在中共內部的時候是習近平永遠的對手 如果習近平因為意外要提早退休 那麼李克強就會接替他 因為李克強還很年輕 鍾澤克爾承認 現在李克強已經離世 相關消息也根本無重查證 但一位長期觀察中共政治的專家表示 在中國歷史巨論向前推進的時候 重要的不是哪些事被隱藏起來 而是哪些事被廣為接受 在當前的情形下 很多人都會相信所謂的陰謀論 外界在關注這件事會如何影響中國 習近平當局也通過輿論和社會管控 嚴防意外出現 大紀元主筆石山在《精英論壇》中表示 習近平還有可能會對汪洋動手 石山之所以提到汪洋 除了因為他和李克強 都是團派 都是剛剛卸任的常委之外 還因為汪洋有可能是推背圖 第57象提到的人 推背圖第57象是這麼說的 《誤信其財產吳越》 《從洋從此撕兵師》 吳越包括汪洋曾任書記的廣東 《從洋中有汪洋的名字》 這句話可以解釋為 從吳越出來的一個人 拿一盆水將火撲滅了 如果習近平也懷疑這個人是汪洋 那內鬥就會擴大 不過石山認為 對習近平來說 最危險的可能是習家軍 尤其是他的鐵桿親信蔡奇 推背圖第57象中這句話 《不信其財產吳越》 如果倒轉來讀 就是越吳產蔡奇 蔡奇正好就是敏越福建人 所以說 接下來蔡奇是不是會造反 外界不妨關注一下 11月2日 中共當局 為前總理李克強舉辦喪禮和火葬 哀悼已故官員 成為民眾針對現任領導人發洩的途徑 習近平正值敏感時刻 他一直在努力應付經濟低迷 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 和房地產市場塌市的問題 分析認為 習近平希望李克強事件盡快過去 但是李克強撤死的原因 在網絡質疑聲音依然不斷 現在上海武警總司令陳元 突然成為焦點 流亡美國大陸的前媒體人 趙蘭健在社交平台XP路線索 指李克強是因為中共上海武警總司令陳元 策劃毒殺的 趙蘭健的爆料指出 接到對這位叫陳元的爆料 很多材料沒有發表 不僅是為李克強難過 亦是為這位年輕有為 前途無量的武警總司令難過 手上的筆就像一把鋒利的尖刀 思考了一天一夜都不敢落筆 想不到一個人會有這麼邪惡 為自己的升官發財 使出的全部罪惡手段 趙蘭健透露的內容總共有10點 包括李克強被送入柱光醫院那時已經去世 10月26日下午在柱光醫院搶救的時候 消息已經在社交平台流傳 李克強是在26日下午2點之前去世的等等 爆料更指出李克強是被毒死的 害死李克強的關鍵人物 是現任武警上海市總隊司令員陳元 是由他策劃的 爆料還特別提到 陳元和習近平的親信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何偉東 同樣是江蘇東台老鄉 似乎有意暗示這件事和習近平有關 公開資料顯示 陳元曾任職武警江蘇省總隊副司令 武警廣西總隊司令員 2022年8月 陳元還在廣西任職 不過今年4月在媒體的報導中 就以武警上海市總隊司令員的身份出現 分析認為 由江蘇廣西被一路提拔到上海 背後的扶植勢力 極有可能是何偉東 但是另外在網絡有傳聞 陳元還和前上海市長楊鴻 陳毅的兒子陳小老的死有關 余楊鴻和陳小老 也同樣死於突發心臟病 這些消息說殺死李克強的是上海幫所為 並且說習近平也知道是上海幫所為 但卻沒有進行制止 事實上 趙蘭健並不是第一個爆出 陳元是受命毒害李克強的人 早在李克強死後的第二天 類似的消息就已經在網上流傳 今次自蘭健獲得的內部消息 只是由更多渠道 阻證了這個說法 不少分析人士對這個爆料 提出了各種看法 網絡作家李敏影分析 習近平沒有這個必要直接動手 李克強也下台 要封鎖他 將他封閉 軟禁 甚至送到巡城 隨便找個理由 這也是太簡單 那又何必沒有這麼大的風險 時事評論員黃克就認為 李克強屬於政國級 人身安全保護 是屬於中央警衛局的 他的出訪 也首先是中央警衛局來做這件事 如果真是習近平要做這件事 直接通過中央警衛局系統就做到 還哪需要什麼上海武警 警備司令部的人來做 不過令人廢解的是 中共政國級領導人的死因 歷來都被統一表述為 因病醫治無效 而這次李克強去世 黨傳媒就第一時間破例宣布 是突發心臟病 令外界感到反常 反而無法撇清和習近平當局的關係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的看法是 因為當局已經猜測到 這件事一旦發生之後 對於習近平會非常不利 很多人都會猜測 因為習近平和李克強本來就在某些方面有不和 尤其是在政策方面 此外 熟悉中共體制內鬥的分析人士還注意到 李克強是在上海去世 而上海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大本營 素來和江派不妥的李克強 為什麼會去上海 也是一帶疑點 李敏映說 上海是江派全盤控制的 所以李克強去那邊就很奇怪 到那個地方真是去送死嗎 以現在的中共局勢來看 無論李克強的死是天意還是人禍 無論習近平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 現在習近平都已經是水洗不清 王赫說 李克強的死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懷疑 用這種方式來發洩對習近平的不滿 甚至想將李克強的死作為一個政治信號 令反習勢力糾結一切 來對習近平採取某些行動 所以網絡上的各種消息不斷放出來 那其實就是體現出 目前的中國政局比較微妙 比較危險的這樣的一個時刻 下面是希望之聲記者飛鎮潘長的採訪報導 11月2日前總理李克強為體 在北京八寶山公務火化 北京當局如臨大敵 出動大量警察、客醫人對八寶山公務周邊 和北京長安界沿路實施管控 限制車輛人員的通行 對此 台灣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旺智勝 11月3日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 大家都很清楚 中國透過維穩的禁聲方式 想方設法地封鎖李克強的死亡 壓制民眾的不滿情緒 目前中國的警制不景氣 社會很脆弱 他說這種恐懼也凸顯出 第一個習近平的恐懼是來自李克強的死亡 民眾的吊念不完全只是吊現李克強 而是藉此機會對習近平這幾年執政以來的不滿的宣洩 第二個 各式各樣的謠言和各式各樣的聲音 是不是也顯示著這種蠢蠢欲動的各式各樣的能量 其實還在蓄襲當中 就是說並不是李克強火化下葬之日 就結束了習近平的恐懼 會不會李克強的死亡變成另外一個中共長期的惡夢 另外王智誠表示 之後還會有各式各樣有關對李克強死亡的推測的說法 真相是怎樣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看到一個很諷刺的現實 就是習近平完全不被社會信任 也就是說中國百姓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 他們說的謊言太多了 他又說 也就是當這個領導人 或者是當這個執政者 他不被信任的時候 他做什麼事情都動節得救 做什麼事情都會被人用有色眼鏡 用一個不信任的眼光來看他 無論李克強是不是自然死亡 民間就認為一定是習近平有陰謀在裡面 就是因為他這幾年來的執政信用破產 而導致不理他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用不信任的態度來看待來解釋 而這個會形成一個惡性的魔性循環 就是習近平現在陷入最嚴重的一個陷阱 社會不信任甚至包括中共本身的政治精英 對他不信任 他只能不斷地採取高壓和清洗的方式 一輪又一輪地去滿足他的安全感 這個心態恐怕會成為 未來習近平執政最大的夢魘 搞得他寢食難安 我覺得這是他執政以來最可悲的地方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以色列軍方表示 11月2日已經包圍了加沙郎的主要城市 哈馬斯恐怖組織的核心加沙市 並且坦然現階段完全不考慮停火 11月2日 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約達河西岸城市 納布羅斯和屠納海爾姆之間的公路線報防 加沙市已經成為以色列攻擊重點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以軍2日下午同傍晚 在槍戰中擊斃了大約130名哈馬斯武裝分子 但是以色列軍方表示 哈馬斯也使用迫擊炮和地道 採用由地道襲擊侵擾的戰術 打完就走 有影片顯示 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分子 在地道出現 向戰車開火 然後又躲回去地道網 以色列軍隊10月31日和11月1日 曾經轟炸賀巴里亞難民營 擊斃一名哈馬斯指揮官 並且炸毀地下隧道 但是就受到聯合國人權機構的指責 以色列外交部發言人哈雅特2日回應 以色列依據戰爭發行事 正打擊一個比伊斯蘭國ISIS 更血腥的恐怖組織 是哈馬斯將加沙人民當成人獄盾牌 因此所有責任 都應該由哈馬斯恐怖分子承擔 以色列表示 沒有任何國家 就像以色列一樣 努力避免平民傷亡 以色列星期四公開一段節目的錄音 證實哈馬斯副營長 威脅屠殺平民 逼加沙醫院交出一千星燃油 而這些燃油 是國際社會提供給加沙的援助 以色列情報機構表示 哈馬斯有75萬7千星 即是20萬加倫的燃料庫存 但是加沙醫院就沒有燃料可以用 黎巴嫩真主黨領袖 納斯盧拉3日會首度公開演講 引起各界密切警戒 因為真主黨隨時可能 正式宣布支援哈馬斯 從而令局限在加沙地區的以蝦衝突 向外擴散 真主黨在10月份 和以色列爆發的邊境衝突之中 就損失了接近50人 接近2006年和以色列全面開戰的五分之一 同時由2日起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間的邊境地帶 交火的次數也明顯增加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1月3日 再次前往以色列 這是他相隔半個月後 又一次訪問以色列 表明美國對以色列的持續支持 同時也在繼續由加沙撤離外國人的過程中施加壓力 布林肯在飛往以色列之前向記者表示 我們將會討論 可以 而且必須採取的具體步驟 盡量減少對加沙男人 女人 和兒童的傷害 他還保證 隨著伊朗支持的 雅門湖塞半軍 和黎巴嫩真主黨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美國正在盡一切努力 防止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升級 同時 美軍正派遣無人偵察機 在加沙地帶上空飛行 美國官員說 這些無人機是用來幫助拯救人士 顯示美國在當地的行動 比先前所知的更加積極 美方出動的是 特種作戰部隊操作的MQ-9死神無人機 相信這是美國無人機第一次在加沙執行任務 但是五角大樓官員說 這些無人機是自從哈馬斯10月7日 特集以色列之後幾天 就開始在當地活躍 任務目標是協助找出人質位置 偵測生命跡象 並將線索傳給以色列國防軍 但是MQ-9 也是美國空軍的第一款獵薩無人機 一次可以在任務地點上空 盤船超過20小時 曾經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 執行空襲和情報搜集任務 一架中共戰機10月29日 在南海國際水域上空 向一架加拿大軍用直升機前方 發射照明彈 加拿大海軍稱中共行為是魯莽的 可能導致飛機墮落 CNN網站11月2日報導 加拿大皇家海軍護衛艦 埃太華號的空軍少教米倫表示 當時他的直升機處於危險的境地 因為照明彈會進入船役或發動機 中共戰機的行為非常危險 不標準、不專業 事件發生時 米倫駕駛西科斯機旋風直升機 離開埃太華號 在西沙群島大約37公里以外的 國際水域上空飛行 搜尋一隻潛水艇 想不到與中共海軍 殲11戰鬥機相遇 共軍戰鬥機發射照明彈 當時共軍的戰機 距離他的直升機 最近去到30米左右 另外米倫還說 當日早點的時候 他拿著這架直升機 在南海北部西沙群島 55公里以外的國際水域飛行 中共的殲11 近距離攔截他的直升機 中共戰鬥機 圍繞著他的直升機不斷盤旋 製造了危險的吞流 他表示 自己的機組人員現在在接受訓練 來應對共軍危險的攔截 並將繼續在南海國際水域上空飛越 南海130萬平方公里的水道 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 估計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全球航運經過 價值數少美元 南海還擁有廣闊的肥沃漁場 中國對幾乎整個南海提出主權主張 2016年海牙國際法庭得出結論認為 中共沒有法律依據對南海大部分地區擁有主權 但中共無視這項裁決 這不是中共戰機第一次在南海空域 進行危險的攔截行為 美國印太司令部10月26日發聲明表示 10月24日晚間 在南海上空 一架中共殲11戰鬥機 攔截了美國空軍B-52轟炸機 這兩架軍機幾乎撞到 它們之間的距離最短不超過3米 10月17日 五角大樓表示 從2021年秋季以來 中共軍機已經在美國飛機附近 展開了近200次的危險行動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接著 對